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不管再苦再累,我们都要始终保持微笑 不管生活的压力有多大,我们都要守住自己的初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林语棠说,不管我们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 都应该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 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生命这样就好 不知不觉,半生已过,看惯了花开花落 春去秋来,明白了人生只有一次,草木只有一秋 人这一生,得到和失去都是必然 聚散与离合都是常态 不管是得失,还是聚散离合,我们都要随缘 半生已过,不争不吵,随缘便是心安 懂得放下,才不会寻仇,不会记恨 便能看淡烦恼和阴霾,生命匆匆 与自己和解,就是最好的善待自己 要知道,钱是赚不完的,心也是操不完的 与其跟别人争来争去,不如让自己安静下来 好好享受生活,不争不吵 给自己一片净土,让自己的心灵轻松安放 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时光过一秒,少一秒 有钱没钱,过好自己的日子 看淡便能轻松,随缘便能心安 人这辈子,用真诚去收获友谊 用真心去收获爱情,用责任去收获亲情 便是我们这辈子最好的财富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真心 想要换得真心,就要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懂得包容和理解 不要勉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很多事情 强求不来,随便便好 很多东西,左右不了,顺其自然就好 不管人生发生什么 坦然地接受,不争不吵不抱怨 一辈子,一条路,踏踏实实地走 温馨无愧地过下去 心安就是最好的归宿 半生已过,岁月告诉我 人辈子活得其实就是心情 心情好,人生才会好 愁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 何不开开心心地过 人生,不要奢望太多,欲望太满 反而适得其反,活得太累 人这辈子,看待欲望,低调地活着 最容易活得幸福 要不是阿宝对我说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村的首富 他和他的老伴都是穿得很普通 每天都是骑着个破单车出去买菜 你永远看不出他们是个有钱人 但其实他们背后的身家 我们永远都无法想象 真正有钱的人都是比较低调的 他们反而会过得很谦虚 过着平凡而普通的日子 钱不外露 或许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时间也告诉我 人这辈子,其实平平安安 就是最好 不要争太多 也不要跟别人比 更不要瞎琢磨 过好自己的日子 对自己的生活知足 活在当下 走过半生 精力告诉我 生活酸酸甜甜 波波舌舌 柴米油盐 悲欢离合 一地鸡毛 看开就好 生活再难 也要好好善待 笑着面对 不抱怨 不悲观 努力了 就没有遗憾 得失皆有定数 因果有轮回 当你尽心尽力了 如果事与愿违 请相信 一切自有安排 这一生 我们不争不吵 不急不躁 做一个淡淡的人 过着淡淡的人生 看花开花落 看云卷云书 随缘心安 因为人生如花 早晚会凋落 容颜如梦 早晚会凋零 半生已过 岁月蹉跎 何必为了金钱名利 把关系弄得太僵 去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人生争来争去 其实到头来 都是一场空 当有一天 尘归尘 土归土 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 这辈子 争什么 什么东西 又能属于你呢 抢什么 什么东西 是不能失去呢 气什么 有什么值得你生气的呢 半生已过 不如学会看淡吧 学会包容 学会接纳 包容别人的错过 接纳自己的一切 学会放下 放下所有的不愉快 这样才能给自己减负 才能放空自己的心灵 让自己感受到快乐 岁月告诉我 你这辈子 用什么样的心态生活 就会收获什么样的人生 活着就是重点 心安就是幸福 所以 不必争 不必吵 不必想要太多 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保持微笑 就能峰回路转 只要你知足常乐 随缘看淡 就会收割幸福 在最美的年华里 有这样一句话 人生就像一盘棋 我们不可能把每一天的 每一步都走得准确 我们应该觉得 每一步都很灿烂 生活的每一分钟 都值得干杯 我们应该活出 真正的自我 因为那样 我们会很开心 半生已过 我们不妨把它看成 人生下半场新的开始 活出真正的自我 岛屿 半生已过 才参透这五句话 很管用 一 有些人 并不重要 有些事 并不需要计较 记得张小贤 说过一句话 凡事太刻意 往往是天分 和悟性不够 就像太用力的演出 反倒觉得 演技不好 这一生 不过就是慢慢学会了淡然 半生已过 才参透人生一些真理 真的没必要把太多人都请进自己的生命中来 不重要的人 就学会随风而去 不重要的是 真的不必浪费时间去计较 这个世界上 除了生死 其他都是小事 除了生命中 几个最重要的人 其他人 其实并不需要你去靠这么近 别让自己的爱心泛滥 别让自己钻进胡同里 对于那些根本就不重要的人和事 该丢的就丢 该放弃的就放弃 该过去的就过去 该翻篇几翻篇 根本不必往心里去 二 心态好 一切才能顺利 心态好 命才会好 以前 总是不懂得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什么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后来吃亏吃多了 从跌跌撞撞中痛醒了 才明白心态决定一切 越是心态好的人 做什么都是顺利的 越是心态不好的人 做什么都不顺利 人生浮华三千 哪有没有糟心似的 凡是想开一点 看待一点 吞得下委屈 为的大格局 淡然一笑 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 一个人的心好 行善事 积福德 从来也不会去妄求什么 也不会去勉强 一切顺其自然 水到渠成 那么以淡然的心态 平和地去对待自己的生活 终究会获得福报的 上天从来都不会亏待 每个心地善良的人 积德虽无人见 行善自有天之 三 人生 其实不必活得太清醒 人这辈子 其实挺苦的 为了生活劳碌奔波 为了生计身心疲惫 尝遍酸甜苦辣 看清了人情世故 才明白 其实人生 不必活得太清醒 太清醒的人 会活得很累的 要知道 钱是永远都赚不完的 人生有限 活在当下就好了 人生不必什么事情 都要算计清楚 不必觉得自己 一定要活得比别人漂亮 过得比别人好 不必让自己的人生 变成了一种束缚 灵魂应该是自由的 人生时常糊涂一点吧 别算计太清楚 偶尔装装傻 也是挺好的 人活着 可以不必太在乎 大富大贵 开心就好 舒心就好 回归自然 回归自我 回归一颗 安静无尘的心 四 幸福 其实就是活出 自己喜欢的样子 很喜欢杨将先生 说的一句话 我们曾如此期盼 得到外界的认同 到最后才发现 世界是自己的 与别人无关 半生已过 才渐渐明白 其实生活不简单 也并不是很难 而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才是真正的幸福 很多时候 我们给自己规划了太多的目标 又要名利 又要成功 又要钱财 又要别人围着自己赚 后来才发现 其实简单的生活 才是最容易令人开心的 与其去伪装自己 戴着面具而活 不如做真实的自己 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 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你才能体会到幸福 五 人这一辈子 最重要的两件事 一是弄好事业 二是找对爱人 半生已过 才突然明白 其实人这辈子 弄好自己的事业 保持经济独立 是人生的一种底气 有钱 有稳定的工作 才是最实在的 人这一生 找对了爱人 其实就找对了人生的伴侣 两个人相互搀扶 相互爱惜 一起经营生活 相爱两不厌 那就是这辈子最美丽的邂逅 这一生 把事业做好 把伴侣处好 把生活过好 把心态调整好 生活就会更加美好